黄老师一开口,同学们就已经被感动了,他的声音很小,还有点喘,听得出是在努力,是在化悲痛为力量。 黄老师首先介绍了他的儿子与女儿,儿子在北京读书,北大,女儿在南京读书,南大。 黄老师说,他为他的儿女感到自豪。 黄老师说起儿女的时候,声调是那样的绵软,表情是那样的柔和,洋溢出母性的慈爱和挂牵,无端端的叫人悲伤。 同学们云里雾里,不知道黄老师在这个要紧的关头说这些家事做什么, 可是同学们立即从黄老师的谈话里头,知道了他的良苦用心。 昨天晚上,学校里头已经开过行政会议了,会议决定一定要开除那位至今不肯悔悟的同学。 黄主任的眼眶红了,目光像雾一样湿润,黄老师很坚决地说,我不能同意。 黄老师开始了回忆,他回忆起了遭到不公正的待遇的日子。 儿子在乡下发烧的是,四十度一,还抽了筋,抢救了半个小时。 他回忆起了他的女儿,四周岁的那年,曾因为食物中毒而危在旦夕。 这些事情都是黄老师心中的痛,令人伤感。 黄老师流泪了,黄老师对着前主任说,哪有孩子不生病的,哪有孩子不犯错误的。 前主任哑口无言,黄老师的话像春风,像春雨,一丝一丝,一瓢一瓢,漂浮在同学们的心头,浇灌在同学们的心坎上。 同学们低下了脑袋,每一个人都流下了灰恨的泪。 黄老师擦干了眼泪,说, 我已经向学校的党支部提出了请求,请求校领导给我最后的机会,再给我两天时间。 我相信,这位犯了错误的同学一定会自信,会主动承认错误。 他一定会到邮局去,把不属于他的前五寄给我。 我是一位母亲,同时也是一位党员,我以母亲和党员的双重身份向你们保证,只要你寄来了,内部处理。 相信我孩子们,千万千万不能存有侥幸心理,公安人员已经在彭凤华的箱子上提取了指纹了呀。 谁碰过彭凤华的箱子,公安局一目了然,我们更是一目了然。 公安局一旦来抓人,那就说什么都晚了呀。 黄老师已经很急了,恨铁不成钢,又流泪了。 相信我孩子们,这是最后的机会了,不要再让你们的母亲伤心了。 黄老师生情病茂,他的话好几次都哽咽住了,差一点哭出声来。 他的话温暖了八二三班同学的心,擦亮了八二三班同学的眼睛,鼓足了八二三班同学的勇气。 功效立竿见影。 星期一的上午,第二节之后,汇款单寄来了。 然而,黄老师拿着汇款单,望着前主任,犯难了。 这一次是真的犯难了,依照事先的部署,从汇款单上对照汇款人的笔记,准确无误地找到偷钱的人,原本是很容易的。 但是谁能想到一下子寄来了四张呢,再怎么说二十块钱也不可能被偷走了八十块,逻辑上就站不住。 前主任黄老师还是搬来了八二三班的作文本,查出来了,汇款人分别是孔昭帝、王玉秧、秋粉英。 还有一张是用左手写的,一时不能肯定。 黄老师把四张汇款单拍在前主任的桌面上,说,你看看,这到底是谁? 前主任笑笑,叹息一声,说,老黄,你也有二十年的政治经验了,正面的有,反面的也有,有人愿意主动承认错误,这又有什么不好? 黄老师用右手的手背拍着左手的掌心,说,我是说怎么处理这八十块钱? 前主任把不能肯定笔记的那一张汇款单放到黄主任的面前,观照说,把钱取出来,还给庞凤华。 黄老师问,另外的三张呢? 前主任把另外的三张锁进了抽屉,说,先放在这儿。 黄老师说,六十块呢,不是小数字,不能浪费了哇。 前主任说,怎么会浪费呢? 不会浪费的,怎么会浪费呢? 黄老师有点摸不着头绪,小心地说,究竟怎么办呢? 前主任说,你呀,小黄,怎么说你好呢? 有些事,一粗不一细,把问题放在那儿,搁在那儿,比处理了更好。 就这么说了,哈,不要再提他了,都过去了哈。 被偷的钱寄回来了,全校的同学都知道,寄回来了,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。 我没偷,不是我偷的。 还有比这更好的结局吗? 没有了,放松之后必然就是观望,同学们就是想看一看,到底是谁偷了。 但是结果令人失望,他们等待了四五天,学校的布告栏上一直没有张贴处分通告,看起来真的是内部处理了。 御殃心存感激,内心的喜悦可以用劫后余生来形容,但是感激归感激,轻松归轻松,说到底还是冤。 冤啊,这不是不打自招又是什么? 不过,御殃退一步想,不招又能怎么样呢? 人家派出所的人已经查出指纹了,旁凤华的箱子御殃有没有摸过,御殃一点底都没有,想不起来了。 从常理上说,同在一个宿舍里头,真的很难免。 万一指纹碰巧就是御殃的,公布了,御殃的活路就死了。 这个赌,御殃打不起,赌注太大了。 御殃想,还是这样好,反正也没人知道,别人怎么猜就让别人猜去吧。 逃过了一劫总是好的,怎么说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呢? 无论如何,御殃睡了一个踏实觉。 真的踏实了,没有比这更好的结局了。 可是怎么到现在都没有人找御殃谈话的呢? 这是不是就叫做内部处理呢? 肯定是了,看起来领导还是讲信用的,御殃信得过。 领导这样宽大,自己就不要再疑神疑鬼的了,要不然对得起谁呢?